好,我们今天开始 上次讲了整个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头一百年的过程 从穆罕默德一直到莫默德斯斯斯大哈里巴到沃玛亚王朝 今天继续往下讲 大家介绍一下沃玛亚王朝 沃玛亚王朝的持续时间是公元661年到751年 持续时间一百年都不到 他是以大马士为首都 大马士的城市,这个城市大家也知道 今天是区域亚首都 这个是麦加的罗马亚家族掌控的哈里巴的认识 你看九十多年时间前后有十几个哈里巴 其实政权也不是很稳定的 在这段时间,阿拉伯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并且以伊斯兰教诸道的文化,初步形成了 阿拉伯帝国主要的地区都是以前希腊化地区的 徐利亚,里巴嫩,埃及,利比亚,托尼斯 以前都是希腊人的地区 经过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后 基本上是阿拉伯语取代原先的希腊 然后这时候产生一种学文叫圣训学 伊斯兰哲学的开始 圣训学主要就是研究孟汉默德讲过什么话 每句话是什么意思 研究这个东西,这个我也没研究过 伊斯兰哲学也没研究过 外面伊斯兰哲学其实有一些数量很多很多 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 基本上还是顺着布拉图,亚里斯多多的方向走的 一直有这种说法 阿拉伯人拿到了希腊人最好的那些东西 但是阿拉伯人始终在这个圈子里多来多去 没有把希腊人那些东西再发源光大起来 比如说阿拉伯的天文学 就是把托勒比特天文学大学那本书翻译成阿拉伯文以后 整个几百年的阿拉伯人的天文学 全都是在研究所 没有太大的草题 等这本书回到欧洲以后 我以前讲过 托勒比特天文学大学这本书 欧洲已经没有了,希腊人、拉丁人是没有的 只有阿拉伯人有了 等到阿拉伯文这本书再回到欧洲以后 在欧洲引起了科学革命 但是在阿拉伯那个时代 他们也没有运气科学革命 只不过是阿拉伯人什么就在研究这个东西 上次给大家看过这个地图 这是所谓欧玛亚王朝最繁荣时期 从西班牙一直到东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 全都在,至少理论上讲 全都在欧玛亚王朝控制的地方 然后很快,这个王朝就发生危机了 这个王朝时间很短 首先是宫廷腐化 没有权力 本来都是从阿拉伯沙漠里出来的 是穆罕默德的弟子 听着穆罕默德画的那种纯洁的人 一旦有权力以后,生活就开始腐化了 居然是太监的,开始有太监了 像东方国家一样 本来像穆罕默德,他不可能穆罕默德生活多朴素 特别是,很多人是不认可欧玛亚家族的同学 为什么呢,他是穆罕默德的同学 大家也讲过,欧玛亚家族网上怎么建立呢 等于是把穆罕默德的女婿阿丽给杀了嘛 所以很多人是不认可的 然后杀了以后,麦加那边以前 就是麦加、麦蒂娜那些地方的人都不认可欧玛亚家族了 然后欧玛亚家族派军队去把麦加打下来的 打麦加那时候还把那块黑石头都打下来的,把天方都打坏了 这个是从后来的伊斯兰学学者看起来 这个沃玛亚王朝绝对是个非法王朝 然后还有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在整个沃玛亚王朝统治时期一直在发生 在整个阿拉伯地国所有的地方都在发生 沙漠北的阿拉伯人,沙漠南的阿拉伯人 有一个持久的矛盾 什么意思呢 介绍,这是阿拉伯半岛 我上次还记得讲过嘛 阿拉伯半岛中间主要是强 南边的阿拉伯人跟北边的阿拉伯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北边的阿拉伯人的文化成分是很高的 因为他以前一直是跟中东一些最发达的闻友交往 而南边的山路是第一点 南边的阿拉伯人跟北边的阿拉伯人都不一样 但穆罕默德是哪边的阿拉伯人呢 穆罕默德是中间的阿拉伯人 所以说,无论是南边的阿拉伯人 如果穆罕默德是野鸿的 那么南边的阿拉伯人肯定是有至高度上的权 我们是穆罕默德的什么什么人 穆罕默德的麦加斯在中间这个位置上 所以无论是北边的阿拉伯人肯定是南边的阿拉伯人 他们历来的矛盾一直存在 这存在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他们阿拉伯人的军队把西班牙占领了 占领西班牙以后 统治阶层当然是最高的统治阶层 都是从阿拉伯沙漠里面出来的那些人的后代 那些人也分成两半 有的是北阿拉伯人的后代 有的是南阿拉伯人的后代 他们在西班牙打的一战 在阿拉伯人的后代 在整个阿拉伯帝国到处为了这个事情 党地战 这个乌玛亚家族是站在哪边的呢 他也不是站在北阿拉伯人那边 也不是站在南部阿拉伯人 他经常利用他们的党 有的时候他们经常 整个乌玛亚大马师类也经常发生这种党 打到最后呢 哈利班也经常被推翻 两派打他手把 乌玛亚家族其实也是中间阿拉伯人的 但这两派在大马师类也经常打 经常影响哈利班的这个政绩 所以这个事情闹出了很多流血程度 整个帝国处于非常关业的状态 很快就讲了 沃玛亚阿拉伯人被颠覆掉了 沃玛亚阿拉伯人是被三股势力颠覆掉的 第一股势力就是什叶派的到处 暗流流动 打得多数人 很多人都相信阿里 阿里是诺汉姆特尔女区 阿里被杀了 有沃玛亚家族是在杀掉阿里的地区上掌握人群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什叶派的人 这个叫什叶派 他们始终认为阿里的后人才是真正的 应该是掌握土地球 所以他们不断发动各种来的起义 暴动啊 或者冒出了一个什么人说我是阿里的后代 或者怎么样 这是一股势力 第二股势力是新穆斯林 特别是波斯多古有的地方 呼勒山地区的新穆斯林军队 阿拉伯的地区已经变得很大很大了 不可能全是阿拉伯人做军队 很多原先地方这些人都变成军队了 而且波斯帝国很大一块地方是在波斯 阿拉伯帝国很大一块地方在波斯里了 它统治波斯以后呢 伊朗东陆到阿富汗西部这块地方叫呼罗山 今天这块地方也叫呼罗山 今天伊朗也有呼罗山 阿富汗也有呼罗山 反正在伊朗、阿富汗、阿富汗,当时这地方有一支比较强的军队 这个军队内,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他们是也信伊斯兰教的 不关这个地方,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也信伊斯兰教 但是他们因为不是阿拉伯人,所以始终受到歧视 从伊斯兰教的教育上来说,部分是不是阿拉伯人 没有民族观念的 大家只要信伊斯兰教,都应该是便宜的 他们与于说,其实这些人始终有一种反对 所以沃玛雅家族是这种情绪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战略是阿巴斯家族 这个战略是传统的麦加勒家族 就是跟穆罕摩德关系很好的 为什么呢 阿巴斯家族,穆罕摩德那个叔叔就叫阿巴斯 穆罕摩德从小是父母早就没了 这个叔叔带大了 这个叔叔跟穆罕摩德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古兰之上有很多话 就是这个叔叔跟穆罕摩德关系有多好 等于是穆罕摩德是靠着这个叔叔慢慢发展起来的 所以这个阿巴斯家族的人认为 我们比阿里那个家族离开穆罕摩德更紧 你是穆罕摩德的女婿嘛 我代表穆罕摩德他爹嘛 这个叔叔等于是他爹嘛 穆罕摩德自己在爸爸死得早晚 阿巴斯家族一直在战略这个地方 终于这三五十年慢慢慢慢犯 都是反对沃玛亚家族的 慢慢慢慢开始会决 首先伊朗东部地区有一个叫阿布穆斯利尼 这个人发动起义 这个人是以波斯籍穆斯林为主的起义群 他们也是穆斯林斯兰教军队 但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他们一直是阿拉伯人的起义 所以他们发动起义 747年起义爆发 起义爆发的时候 他们举起了传说中穆罕摩德的黑旗 穆罕摩德传说穆罕摩德的旗子是黑色的旗子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从此以后他们跟起义的形象就是黑旗 他们举了黑旗 到749年他们从伊朗达达到伊拉克 把整个伊拉克地区基本上占领了 起义军占领这些地方 我们来讲叫派军队这样 这些起义军是以波斯籍的穆斯林人为主 他们要找到一个人把他推上去 他们就找到艾普人阿巴斯之后来 这个人是阿巴斯的执席后代 因为那时候距离那个穆罕摩德 那个时代才有100多年,200年 还不到的时间 所以这个普希斯搞得清楚 这个人确实就是穆罕摩德叔叔的执席后代 他们把他推举起来 在公元749年10月13日 在伊拉克某个地方 他为起义军推举为新的海里巴 他们认为他,阿巴斯嘛 他离开穆罕摩德的关系最近嘛 到750年1月 有个叫萨夫战役 阿巴斯大败罗马亚王朝的军队 然后750年4月26日 阿巴斯率领了这个起义军 攻克大马社会 到750年8月5日 沃马亚王朝的最后的莫德哈里巴 他逃的时候被人抓到啥样子 这样的话呢 一下子从77年爆发期到750年 34年间整个亚洲地区 先不讲非洲、欧洲、西班牙 非洲是北非 整个亚洲地区 一下子沃马亚王朝就被推翻了 埃普勒·阿巴斯这个人 怎么说呢 他就是代表了穆罕摩德叔叔的后代 他就变成哈里巴 阿巴斯往上进去 他使用黑色的使势 所以中国使势上称为黑衣大使势 中国那时候是唐朝 进完了他像乌玛亚家族 当年跟穆罕摩德关系也挺好的 所以阿巴斯家族那个人 一定要把乌玛亚家族全都杀掉 到处追逃 凡是乌玛亚家族还有谁 最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肯定也是传说故事 不是真的 阿巴斯就跟沃马亚家族的很多长老就说了 算了,我们以前都是卖家的 都是跟穆罕摩德打天下的 我们不要再杀来杀去了 请你们到伊拉克什么地方打架 叙叙就吃饭 把八十多个沃马亚家族的那些贵族和元老 都请到那个地方吃饭 吃饭的时候把他们传说全杀掉 当然这是个传说故事 但是肯定杀得很厉害 基本上把沃马亚家族的人都杀光了 但是当时沃马亚家有的人叫阿普杜勒拉赫拜 这个人传奇故事 他从伊拉克一直逃到西班牙 最后他在西班牙建立了西班牙的沃马亚王朝 等于是年薛的沃马亚王朝 我会详细讲 埃普勒阿巴斯这个人 他七五年大上哈利尔兰 在威四年就死掉了 所以他其实没什么台大攻击 他是被齐军的推起来的 他的弟弟叫曼苏尔 在他死的以后 斯曼尔·斯曼尔一旦坐了位置以后,开始偷杀开门 你们波斯籍的那些,波斯籍的那些 波斯籍的那些,你们是骑的吧 你们有力的,免得影响我的统治 我马亚家族已经被我杀瓜了 只有一个人逃到西班牙圈 在遥远的西班牙,我管不了他 包括这个阿富、穆斯利夫这个人 也是被他用的 过来吃顿饭,把他给杀了 你们什叶派当初不是支持我 什叶派也遭到这样 所以这个阿巴斯王朝不是什叶派的 虽然他当时利用什叶派人民 反对沃玛亚这种心理 各地人民都支持他 当年秦军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沃玛亚是非法的 应该退居阿巴斯这个家族的人坐哈里发 等到他再上台,到处抓你什叶派的领语 这个人是非常,曼索尔的手段非常厉害 等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国家稳定了 因为我这个哈里发的位置就稳坐了 因为沃玛亚建筑也没有反抗我的了 沃玛亚建筑都被我杀光了 什叶派,该镇压的就镇压 那些开国工程的那些将领都被他杀光了 这是很多统治者惯用的手法 否则他这个王朝也不能稳定 这个时候,阿拉伯地国的统治中心来,小兜 为什么要从叙利亚建筑到雅克群 对不对,大家的地理概念有吧 他的主力军是什么 主力军是孤斯军队的,不是阿拉伯人的 因为他统治中心的向东移动 所以他比较重视中亚西亚,东面那块钱 755年,他打败中国唐朝 这件事情我后面要详细讲 所谓的这个弹洛斯战役 让阿拉伯帝国控制中亚西亚 能够控制中亚西亚 中国唐朝打败 这场战役规模非常大,历史上也很有名 我们会详细讲一下 但是整个帝国的统治中心 像东移的同神,西部地区他就管不了了 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块地方脱离阿拉伯地区 西班牙怎么回事,我都会详细讲的 就是那点沃马亚场景有个人跑到西班牙 在西班牙建立了西班牙的阿拉伯国家 他以西班牙为中心,建立了西班牙 当然,这个麦素始终想办法 你是沃马亚这次后人,始终想办法 要么派兵在西班牙打,被打败了 又派兵要暗杀这个人,也没暗杀成功 摩洛哥地区也脱离了这个,阿玛斯王朝 整个阿玛斯王朝,我给你们看这个地图 整个阿玛斯王朝的统治范围,从来没有吸过托尼斯 整个西班牙和摩洛哥这块地方 从此以后就脱离了,以叙利亚伊拉克为中心的阿玛斯王朝 虽然他没有到过托尼斯以前 连托尼斯、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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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斯 实际上也只是民意上的统治 当地的那些人都,当地的那些省长都慢慢变成实习的 这等于地方的长官也不听这个阿玛斯王朝的统治范围 所以阿玛斯王的统治范围,还是伊拉克人及伊朗这块地方 继续讲 波斯籍人员成为帝国的主要军事领域 不光军事领域,主要的领域都是波斯人 然后呢,来自沙默的阿拉伯人已经不下去了 这时候人家说,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帝国 只剩下两样东西,跟当地的阿拉伯、布罕默都有关系 第一个东西是伊斯兰教,第二个东西是阿拉伯人 整个这个国家,你去看,已经完全是个波斯帝国了 除了使用阿拉伯人以外,除了信仰伊斯兰教以外 跟以前的波斯没有什么区别 明白这个意思吧 阿拉伯半岛回到什么状态呢 阿拉伯半岛又回到以前原始状态去了 又有什么球场啊,波罗,你看野门那些地方 特别是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地区 除了麦加麦迪纳因为是圣城 所以阿拉伯王朝一定要派军地把麦加麦迪纳占领 别的地方他都管不了 那些地方当地又有些球场 最多名义上向阿拉伯王朝臣服 阿拉伯又回到以前的状态 整个这个政治局势 整个中东基础局势又像以前一样 以前什么状态 就是阿拉伯沙漠是阿拉伯沙漠 北面都是一些文明古国 又回到这个状态 有人说阿巴斯王朝其实就是一个说阿拉伯语的波斯帝国 其实是这么回事 当然他的统治者就是阿巴斯家族的人 始终是穆罕姆多叔叔的后代 因为他是穆罕姆多叔叔的后代嘛 应该说到七八六年八九九年在位的哈伦拉西德这个人 这个是阿巴斯王朝点正的时代 他和哈利曼大帝是同时在来的 哈利曼大帝和哈伦拉西德经常谈判 因为大家都是两个大帝国 互相比较尊重 讲到这一点我要稍微偏一下 特别讲阿拉伯帝国向东挺进 最后碰到中国唐朝 在七五年打败中国唐朝 我现在回国再来讲这个事情 中国汉唐两代对西域的挺进 这个事情给大家西方讲一讲 包括网上一直有人问我就是不讲中国历史 我觉得我讲中国历史可能也讲了 首先大家呢 因为外面讲中国历史的太多了 我也没必要讲 我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些东西 回国来讲一讲 特别是西域的这种事情 今天我另外一个主题就是 把整个中国对西域的这种关系系统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汉地以前 中国对西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一点 或者西域 这个概念中国叫西域 包括我们今天叫中亚西亚 中亚西亚 我们今天中亚西亚有五个国家 被得出五个国家名字 中亚五国再加上阿富汗也是中亚西亚 然后呢 广义上讲 我们中国人今天很敏感 不希望大家说新疆也是中亚西亚的 实际上从文化从地底上讲 中国的新疆、阿富汗还是中亚西亚五国 应该是构成了一个中亚西亚的概念 历史上传统的中亚西亚 他们是一个圈子的 对吧 只不过新疆靠近中国 历史上一直被中国统治 好像是中国影响 对吧 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从人类文明史上 第一个看到有历史记载的 就是有谁进入中亚西亚 跟中亚西亚发生关系的 可能大家记得吧 波斯帝国的建立者 居鲁士 居鲁士是我们看到史上第一个比较文明的国家 率兵进入中亚西亚 居鲁士是跟中亚西亚一个部落法上所死的 然后后面整个中亚西亚 相当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被波斯帝国控制的 一直到亚历山山大地 亚历山山大地在中亚西亚 中亚西亚有个两河流域 亚历山大地在那边打了五年 才终于把这个地方摆平 然后再往印度去了 我讲过这个事情 在这个时候都是希腊人也好 希腊人对中亚西亚 后来我讲完中亚西亚希腊话 就是大任的希腊人来到中亚西亚 中亚西亚和北印度形成的希腊国家 这个时候,一到这个时候 中国对中亚西亚都没什么影响 一直到汉武帝那时候 所以我们中国对中亚西亚的影响 只能从汉武帝开始 怎么会有这么回事呢 主要是汉武帝跟匈牧之间打仗 这个大家都知道 汉武帝为了大匈牧 当时有一个叫,怎么念 大肉之 后来我又查了 有的时候说这个可能不是念大肉之 应该念大悦之 大悦之还是大肉之 有的时候念大肉之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汉朝的时候这个字怎么念 特别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念的 我们也不知道 大肉之这个民族呢 他们生活在哪里呢 他们是什么时候迁来的甘肃和西走到的 我们并不见了 对到我们中国的甘肃城 在中国汉朝以前 他们基本上占领了整个汉 中国的甘肃城就和西走到前 他们是最多的英文语信息者 他们讲英文语 公元前二世纪 匈奴打败肉之 我们肉之西迁 这个大家听说过 汉武帝听说这件事情 这个民族跟匈奴是有重的 他已经迁到了遥远的西方圈 我派人去跟他结盟一起来打匈奴 汉武帝这么想 这个想法也很正常 所以汉武帝为了寻求与肉之联合 派张千出世纪 这个事情很有名 张千是公元前138年 张千向西进发 在匈奴被扣留了十年 在匈奴参加了 都生孩子了 找了个机会从匈奴逃 终于逃到了西域 建造了当时的肉之整个国家 然后呢 当时这个肉之已经来到了中亚西家 生活得非常快乐 不想再回去跟匈奴人打了 张千是无功而返 公元前122年返回长安 这时候呢 其实汉武帝已经土地 已经过去匈奴把河西家占领了 这时候第二次前往西域 张千去了两次西域 张千去西域 回到长安 对整个中华文明影响是非常大的 中国人本来从来不知道 那里还有这么多国家 还有这么多东西 让中国人一下子开阔了一下世界 所以实际上司马金称张千叫曹空 就像我们今天的歌伦布 发现美洲还是卖洲人 什么完全行情 张千今天就有这样意义的一个人物 我们今天中国吃的大部分水果 葡萄啊,苹果啊 基本上都是从西域来的 大肉之在中亚西亚获得了最好的发展 击败了当地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希腊人 中亚西亚希腊人 我以前讲过你 到了公圆坚一世纪的时候 大肉之人在中亚西亚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贵双经国 公圆坚一世纪的公圆坚三十次 我以前讲过吧 这个就是地图 大家看看 这是网上找的地图 汉朝的地图 凶路在北方 河西怎么了 本来肉之人是生活在这里的 中国的干涉者 本来中国的边境 基本上到陕西这里就结束了 这边西里的地图 他们也是永远的 然后他们跟匈奴人打仗 最后被匈奴人打不好了 打火以后匈奴人就占领了这块地方 公元前一二一年 中国印象比较光辉的一年 获取兵以攻占了整个河西走廊 把匈奴人从河西走廊看走了 获取兵以攻占河西走廊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记录了这个原因 这是真正的思求之主形成的 因为河西走廊被中国军占领了 意味着中国和西域之间通了 中国能派人去西域的 能派军队 能派各种派的人 做生意的人也往来西域 不受匈奴的影响了 汉朝开始通西域 四成之物开始形成 当时中亚西藏什么形式呢 希腊人在中亚西藏衰弱 肉质人进入开始强势占统治地位 所以中国的史书上基本上没有看到 中国来到中亚西藏的时候 中国的史书上没有看到希腊人的影子 希腊人已经在那里脚弱了 汉武帝基本上就是开始经营西域了 慢慢慢慢在西域学了统治权了 在汉武帝有个著名的事情 就是两次远征这个叫大渊这个国家 大渊这个国家是功能签1600年希腊势力退出大渊 被一个名字叫塞族人占去 所以汉武帝所看到的大渊这个地方生活的人都是塞族人 有一个汉血宝马的传说 我听说过 大渊这个国家盛产宝马 肾上会流出的还像血一样 现在来去研究这个血其实是寄生荣耀的 这是一幅大渊发起的一幅像地毯毛毯一样的东西 上面有一个士兵的画像 据研究这个人大家看得出这是一个希腊人 因为大渊这个地方本来是被希腊人占领的 所以这个士兵是长希腊人模样的 但是当汉武帝他们进入中亚希腊的时候 基本上整个当地已经没什么希腊人了 大家看看大渊在哪里 大渊在这个位置 在帕米亚高原以西 不在今天中国境内 为什么特别提呢 希腊有这么多国家 汉武帝为了让自己 其实我觉得汉武帝当时主要的一个责任 让希腊这些国家知道汉朝有多厉害 首先公元前104年汉朝军队第一次远程大渊是失败的 汉武帝觉得很没面子 他实际上大渊交出那个汗血宝马 大渊不肯 其实这件事情很搞笑 你交几匹马给我吧 大渊不肯 中国就派出一支当时的伤官人的军队 远程大渊 从中国长安出发 一直要走到我们帕米亚高原以西 结果被人打败了,逃回来 那个人是李广利 汉武帝晚年想扑李广利 那时候未经过去令人都死了 汉武帝很希望把李广利能捧出来 第一次去就失败了 失败了回到东黄,加于万里那个地方 基本上就新疆那个地方 汉武帝气得要命,不让他进来 不给他进来 但是汉武帝就太没面子了 西域这么多国家 打汉朝这个军队就失败了 到第三年,102年汉朝第二次远程大渊 这次远程怎么样,五万大军 一路上一直走 万里远程一直走到大渊 把大渊那个首都给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大渊内部就发生分裂了 汉朝军队五万大军 大渊的国家人口才多少 肯定打不过 当时他们说,这个国王 你看这个国王,不是要点马吗? 不是要几匹马,不是不给的 害得我们差点这个国家都被灭了 他们就把大渊的贵族把那个国王给杀了 杀了以后把那个国王的头献出去 汉朝退兵吧 要多少马,有多少马 反正我们的马,也就几千匹马 这几千匹马,等到李广林率领五万大军 回到汉朝,这几千匹马都死得差不多了 没几分了 不管怎么,至少战役大声了 汉朝在那里树立了兵威 汉武艺内的时候,汉武艺最得意的事情 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大渊是今天罢兵国王也在阿汉境内来的地方 大渊不是把那个国王给杀了吗 再立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属于汉奸了 从中国人印象上是汉奸 反过来再叫汉奸 他就是清汉朝的 处处清汉朝的话 等到李广林兵一走,汉朝觉得一走 当地的贵族觉得你卖国贼啊,你这个国王 又把这个国王给杀了 又立了一个国王 但是呢,这个国王比较好 既不反对汉朝,也不清汉了 马上给汉武艺写大 我们给你友好,怎么怎么的 你要多少码,给你多少码 所以也太远了,汉武艺也不可能再发动第三次远程了 这就是公元前102年 这两次战争的结果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军队已经进入中亚西亚了 而且实际能够打中亚西亚的这些小国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公元前60年 汉宣帝是以西域对护府 于是开始统治这个 当然,中国实际统治的范围 基本上也是比今天新疆还要多一点 新疆起来一个范围 然后呢,中国统治不是说把这些地方变成内地 变成中国的周军县这个体制 当地还是有很多小国 很多小国家嘛 只不过汉朝控制他们而来 很重要的 西域给汉朝带来大量的收入 由于丝绸之路上 户居民打温和其走廊以后 马上就是当时汉朝就决定 通过来往的商人如何收税 可以为汉朝带来很大一笔很丰厚的收入 因为整个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 等于是,大家想一下在那个时代 从罗马帝国到中国 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所有的商业全都是通过这条路做的 所以那笔商业收收对汉朝来说 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 另外,西域兔夫妇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 也可以反映出我们当年汉朝那个时代 西汉那个时代 汉朝军队在朱雅之下这个名长令 公元前36年 匈辱有一个残余,叫志志残余 匈辱当时已经那边了 志志残余是逃到康居去的 康居这个国家在哪里 康居在更熄念这个地方 他是逃到康居去的 大概几千人逃到康居去的 他逃到康居去以后呢 这个志志残余很早以前 在曾经杀过汉朝的一个时节 当时陈汤不是西域杜胡府的最高长官 只是一个副官 他们当时西域杜胡的那个长官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你看康居在哪里 康居在这里 我们西域在这一方 我们现在马上出兵 汉朝跟康居没有仇 也没跟康居打仗 但是我们出兵到康居国里面去 把明知诚给抓他 抓起来 当时西域杜胡的那个长官一听 这个事情还是先请示朝廷吧 陈汤刚才说 我们从这里写一封信到朝廷 来回一两年过去了 不行 所以他马上就是伪造一条命令 伪造了当时汉朝的一个命令 发兵 当然有汉族军队 有汉朝自己军队 还有基于很多地方军队 连夜 不是打康居 连夜进入康居这个国家 把这些产品给杀了 杀了以后 把这些产品拿下来以后 这封作者最后一句话 今天大家我们的标语经常可以看到 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读 就是陈汤写的 就这么一个典故 这个事情报告了朝廷 朝廷里面有的人说 陈汤这些人就是违反朝廷的命令 也没有冒朝廷的命令打坐 这件事情 这是不应该的 另外一个说陈汤这些人做得好 将在外,军力有所不受 基本上后来当时那个是汉朝 但陈汤这个人后来没什么意义 陈汤这个人后来也不是什么好关系 也是个谈光文明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汉 在中亚西汉有怎么样的实疑 后面东汉和西汉之交有个王莽 西汉没什么事 到西汉东汉时期 就班超进行西汉 班超 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 手上有个什么东西 人家酸病的时候说 以后叫封侯万里寄外 以后在万里寄外封侯 有这个典故 班超他们家 他爸爸叫什么 他爸爸叫班彪 他哥哥叫班固 他姐姐叫女文学家 诈给姓曹,好像叫曹大家吧 他一家都是人才 但是他不喜欢文学 他爸爸和他哥哥 班固嘛 班固是文学家 养中夫就是班固写的 他不喜欢文学 他喜欢到遥远的地方去 然后他就去了 当时有个情况 就是顾中帝国已经进行了 汉的势力无法再向西发展 汉不可能再去打大约成的武装 汉朝的势力根本跨不过旁边高原 这是我们实际看出来的 他只是静静西域 就是新疆这块地方的那些小伙 都被他搞定了 那些小伙被汉朝打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故事 那些小伙向桂双求援 公元九十年 桂双帝国派出七万大军远程 越过帕米昂高原 进入中国的南疆地区 现在我们就把新疆的南疆地区 被班超打败了 这件事比较厉害 打败了以后 中国跟贵乡地区也是两大帝国 一次恶战了 基本上中国就控制了这边 等于是中央西汉的东路地区 也就是新疆地区 没有西汉的时候这么远 班超在西域从公元73年一直到公元102年 等于大概30年 苦心经营西域 后来班超最后一年年纪大 他说我还要回长安 毕竟我是中国人 他回长安就死了 不是他听说过没有 他的儿子班勇继续经营西域 也就是半家两代人继续经营西域 从公元101年到127年 这样中国基本上在新疆这块地方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统治 后面的西京时期 大家知道三国时期比较乱 谁管西域的 西域当时是有中国人管的 就像后来民国时期 西域始终是汉族人在管 新疆始终是汉族人在管 所以没有让县家奉离出去 当时也是这个情况 反正这个里面没有多少故事 三国西晋的事情 西晋最后发生永家之乱 这个事都知道吧 西晋现在是八个司马 所以西晋的司马也死了以后 他那儿子不是傻子吗 金晋你们傻子嘛 然后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以后 整个中国就乱了嘛 永家之乱就死 整个西晋就灭亡了嘛 那时候年号叫永家嘛 当时有一个人叫张鬼 他是梁州刺史 他在梁州经营梁州 就是甘紫水这块地方 包括西域就好 他经营得非常好 你们重连怎么乱他都不管 他还能派兵送粮食到洛阳 来制约当时那个西晋朝廷 他是当时西晋的朝廷一大支柱 但是住人怎么乱 然后最后他也没办法 但是他好好的守了梁州 等到西晋灭亡了 他始终是梁州刺史人 西晋灭亡了 后来那个谁 在司马尔沈亚叫什么名字 在建立东晋了 他始终认可东晋了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刺史嘛 虽然当时他等于是已经在梁州和西域 这块地方独立起来了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三四五年 也就是张伟的后人张俊自称梁王 这时候他可以称王了 他始终称为钱梁 这个是东晋十六国之一 从张伟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 等于是老八死了 儿子继续老八死了 全是个姓张的人 控制西部 三七六年前行福建把钱梁给灭了 这个事情肯定大家也知道 福建很厉害 福建统一整个中国北方 然后去打东晋 然后发生了一个卧水之战 那个字应该念卧嘛 写成汉字的话写成肥 三点水一个肥 但是福建很快就败了 这个钱梁很快就灭亡了 灭亡以后这块歌就没人管了 先后有后梁、北梁、南梁 他们都往后都要梁 反正出现了很多政权 一直到整个南北朝 北魏把北方都统一起来以后 北魏开始经理事业 北魏是显被人把中国北方统一起来的 这个蒙古草原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 就是柔然 北魏之权与柔然之权重演着汉渔兴的故事 在西域也是这样 柔然也想进入西域 基本上跟汉朝的故事差不多 再过一两百年 柔然被突厥起来 蒙古草原,大家想蒙古草原上哪些名字 大家就知道吧 从进入中国历史时 知道蒙古草原哪些名字 第一个就是匈奴 匈奴等到东汉时期匈奴没了以后 是什么名字啊 显卑 显卑进入中原 建立北魏王朝了 北魏王朝是显卑人建立的 北魏王朝又变成一个名字叫柔然 柔然最后就突厥给取代了 突厥把柔然赶走了 然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突厥汉国 突厥汉国很快就分裂了 东西突厥 其中西突厥基本上控制整个中亚西亚 东突厥主要位置在中国的今天蒙古草原上 西突厥主要在中亚西亚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很快,中国统一了 南魏朝结束 到五八一年,隋朝统为中国 到六一八年,唐朝开始了 六二十六年,李世明夺取政权 宣传之变 中国历史就算一笔带过了 会小历史讲的 唐太宗,李世明跟突厥这个事情 中国史上也讲了很多 首先呢,隋朝变亡以后嘛 就是什么瓦钢灾啊,李世明啊,李渊啊 把人打来打去的时候呢 突厥又厉害了,东突厥又厉害了 唐太宗他爸爸,唐高宗,李渊 他对突厥采取的策略 跟汉朝早年对熊传之变是一模一样的合集 给钱,对吧 然后呢,这个突厥稍微好一点 等到唐太宗,李世明取代太宗话,李渊以后呢 有一年,东突厥兵进长安城外 这是每一年,我这里面写 突厥兵一直打到长安城外了 而李世明本身也是马上好的,亲自带兵 跟那个突厥可汉隔着卫水 达成一个痕疑,不再进攻场安 你要钱我给你,要没钱我给你 就是所谓的卫水之门 卫水之门结束以后,突厥兵撤走了 李世明经营中国,把中国统一好 把他的争观之之吧 把唐朝给搞好了,唐朝非常强大 这时候唐朝还是要受宗的突厥了 630年是李靖,李靖就是得了他爹 在后来的书里面就是得了他爹了 其实是李世明首相的一位大将 李靖率兵这个故事很有名 叫涅袭英山,这我就不详细讲了 也就是630年,他共灭了,把东突厥里面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不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南部汉服的这个政权 农业农地区这个政权,农业农地区这个政权 唯一一次把整个迷雾朝原给占领了 并且把中国的驿站一直吸到贝尔加一边 东突厥的末诞可汉被抓到成长安 那个叫吉利可汉,我忘了 没有把他杀了,把他养在长安 封他一个什么猴,什么罐 整天在长安,跟他的亲戚朋友喝酒 我们当年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小小子 今天被李世明抓到长安 反正这是个故事 由于唐朝控制整工蒙古草原 唐太宗被推寸为天可汉 这不是比较有名的 当时有个原因,痛觉有个仇家 叫回忆,也在蒙古草原上 回忆就是今天维吾尔人的祖先 叫回忆,回忆那个字 回忆是跟唐朝关系非常好的 你说和,什么啊 和,那个字叫和啊,回和啊 我看那个字,今天叫维吾尔嘛 当时也在蒙古草原上 他们跟突厥实地,跟唐朝关系特别好 就是那帮人推唐太宗为天可汉 后来有个什么民族教证呢 基本上这个情况 虽然把蒙古草原摆平了 中亚西洋还是西图学控制的 而且我前面讲过 半战廷跟西图学联合打波斯帝国这个事情 所以西图学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但是他控制了整个中亚西洋 形成一个大建国 唐太宗既然把东吾局摆平了 接下去要像学汉朝一样一步一步把西域给搞定 所以在640年唐军是攻克高仓 642年是哈密之战 唐军完胜就把哈密占领了 648年取得,引起这个字念秋辞 这个字不念过于一个念秋辞的问题 649年唐太宗去世的 去世赢的 唐太宗基本上唐军是步步为赢 把西域一块一块就把打下来 西图学联合抵抗的份 到657年唐国诚的时候 书定放出来可以把西域给灭了 把西图学一面 意味着中国彻底进入中亚西亚 这时候可以称为中亚西亚是被唐朝是固执的 唐朝设置了安息多国府 跟汉朝的西域多国很像 就叫安息多国 设置了安息四镇 唐朝时候这个镇的意思 大家知道吗 镇就是军队所排的意思 跟我们今天一个村子一个镇子不是一个意思 唐朝那些镇,每个镇都有节度史的 对不对 都叫什么什么镇 安息四镇就是指在唐朝和西域 设立了四个驻兵的地方 丘、辟、辟、苏勒、淹起获得岁月 那个礼拜又出任在岁月了 很多汉族人在那个地方 中亚西亚在突厥之后 新几个跟突厥有关系的民族 叫突骑士 也是突权的一致 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 明白这意思吧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中国人也不了解什么叫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也不了解什么叫中国人 对中国人来说 阿拉伯是突厥以西的一个西域的一个小野蛮国家 对阿拉伯人来说 中国也是遥远的有一次乌乱七八糟的国家 他们也搞不清楚 他们都是这样的 没有人认识到中国人也是 中国不比我们阿拉伯人差 中国人也认识不到阿拉伯帝国有多厉害 肯定认识不到 但是突骑士在当时政治上形成一个缓冲地点 因为突骑士是突厥人那时候信仆教 对伊斯兰教使用在抵抗 这点是很重要的 抵抗伊斯兰教进入中亚西亚 但唐朝的政策是这样的 唐朝,整个唐朝照片,最大的敌人 大家看东西突厥都被灭了 唐朝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吐蕃 这个字当你念吐蕃,还念吐蕃 应该是念吐蕃,因为今天西藏的英语有特别是吐蕃 吐蕃这个国家,本来西藏高原这个地方 本身就是生活产业比较差的 一直到629年,宋战干部这个人继位 他统一了整个西藏高原法,吐蕃开始强大了 他向南娶了尼布尔的公主,叫尺寸公主 向北娶了唐朝的公主,叫完整公主 所以宋战干部这个时期是唐与吐蕃友好的密约期 当时唐朝和吐蕃关系友好的不得了 是宋战干部那个时期 由好到什么时候呢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吐蕃曾经出的印度当中唐朝的这个王玄层 这时候中国唐朝是比较厉害的 印度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么回事 印度讲到极德王朝 我讲到极德王朝,极德王朝灭亡了 灭亡产生了一个新的王朝叫后极德王朝 后极德王朝那时候也灭亡了 北印度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叫戒日王 统一了整个北印度 比较厉害,比较稳定 在戒日王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唐朝李世面时期 有一个中国人来到戒日王统治的印度 这个人叫玄奘 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又回到中国 当时呢,中国政府,至少在外交上 中国和戒日王统治的这个北印度 关系是非常好的 于是呢,贤宗的时候派出了一个 反正就具体哪一年我忘了 派出了一个叫王行策的人去印度 就是初始印度 就是初始印度,当时守秘在华石层 不在这里,在德里,东面那个地方 带着一个庞大的使派 肯定还要带很多很多的礼物给印度国王 这是很正常的外交嘛 来到印度以后,戒日王死了,刚死 戒日王一死,戒日王儿子还小 戒日王手下有个大神谋反 把戒日王家里人全杀了 知道这个意思吧,就等于印度乱了 戒日王手下,那个大神谋反的时候 这个王贤策正好来到印度首都 这王贤策跟那个谋反那个大臣两个人关系不好 当时那个谋反那个大臣叫神经典 袭击了王贤策,抢了王贤策很多东西 杀了王贤策手下很多人 唐朝,王贤策很多人 王贤策没被他抓住 王贤策当时做了一件事情 唐朝只有几百个使团嘛 最多几百个人到这个地方 不可能跟那个印度人打起来 你这个是谋反啊 他就传起印度个地 说你们这个印度这个人是反贼,谋反了 同时也写信给那个土藩,不是西藏在北边,苏南干部 印度个地出力 在王贤策的领导下,把这个叛论给平定掉 把那个谋反的大臣给抓起来 虽然唐朝在干涉他国内争了 这个事情平定了,好了 然后呢,印度北部被这个苏南大部给占领了 当时苏南大部跟唐朝关系不太好 然后谋反了这个大臣,不是被他们抓起来的吗 肯定在古代就要判处死刑了 判处死刑记住,不是在印度判处死刑的 把他抓回长安 所以当时中国这个力量是,能够明白这意思吗 为什么印度人会允许你们中国人把这个人送回长安去斩首呢 中国是比较厉害 中国当时的情况比较厉害 但是呢,吐伯并没有控制北京 因为据说是,有一种理论是西藏人适应不了印度的气候 然后西藏人就回到西藏去,不愿意往南京了 然后苏南大部一死,唐云,吐伯就开始低端了 整个友唐一代,除了苏南干部那边以外 唐朝跟吐伯都是敌人关系 打的是,不是说血流什么,反正打了几百年 整个唐朝一共三百年嘛 第一百年肯定唐朝墙,后面就是吐伯打唐朝 有一年吐伯把长安都占领了,知道吗 但是治安之后,西藏去年把长安都占领了 当时中国的长安的唐朝那个大将叫苏南 他也没兵 一看吐伯把长安占领了,他怎么办呢 他没兵了,唐朝没军队了 他就虚张认识,他到处造谣 唐朝大军即将来围攻长安城了 你这个吐伯军队在长安城 从这大军一到你这个吐伯军队肯定完蛋了 吐伯当时的唐朝也挺可怕的 没想到我占领长安了 他就一把火,不是一把火,长安上了 就抢完东西以后,撤 唐朝终于说不长安 唐朝用这个办法说不长安 那是后来唐朝的事情,不是这个时候的唐朝 唐先宗的古代是谁 唐先宗这个时代 由高先知这个人同管安息四征的军队 高先知这个人,大家听得很熟悉的 安史居然是个著名的人 唐先宗的时候,整个唐朝最重要的两员大将 西面就是高先知 据说高先知首先有四十万军队 东面是谁呢 东面是安鲁山 据说安鲁山首先有六十万军队 大家想一想,是西面需要军队多,还是东面需要军队多 东面不就是辽东那个地方吗 西域这么大个地方,只有四十万军队 从新疆到中亚西,高先知就四十万军队 这就是因为整个唐朝中央政府是搞不明白东西方,他搞不明白这个 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当然搞不明白 安鲁山也是动不动抓一些苗东的那些土人过来 又打了一些圣堂,又灭了一些国家 咋也咋也咋也高兴 但是总体来看,实际上我们今天看西域是更大的一块地方 远远比东北的地方重要 我们看看当时唐朝在中亚西亚达到什么程度呢 唐朝一个很重要的重策,就是围困包围土伯 安西斯政府,武则天那个时候,跟土伯打得比较厉害 甚至唐朝有可能守不住安西斯带 当时唐朝内部有个议论,是不是放弃安西斯带 放弃西域了,不要了,让土伯去占领中亚西亚 唐朝中央政府最后反对 为什么呢,你看,西大伯在中间 安西斯政在土伯的西面,常要在土伯的东北 如果你放弃安西斯带,那意味着土伯西面的那种对手 所以当时坚决一定要守不安西斯带,也是为了对付土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看出唐朝有什么使命 唐朝就对占领克什米亚 克什米亚这个地方叫伯律 分为大伯律、小伯律两个国家 小伯律当时土伯军队,西藏军队进入小伯律 把小伯律那个清中国的政府给推翻 建立一个清土伯的政府 然后呢,高千世出名就这些出名 连夜从西域率领多少军队 连夜进入这个小伯律 一下子把小伯律这个国家给占领了 然后留下了肃前驻军队 这是中国在印度的驻军队 克什米亚,在印度 其实唐朝当时的政策就是对整个土伯形成的包围 对吧,对土伯形成的包围 等到突齐斯兴起以后 成为抵抗阿拉伯帝国的主要力量 这个事大家都知道 但是唐朝也不知道 唐朝当时的人没这个观念 不知道这个事情 七十四年,唐朝军队把突齐斯给灭了 唐朝把突齐斯给灭了 今天人家来分析 唐朝要是有这个头脑的话 像我们今天有这种政策的 知道阿拉伯帝国这么离开 应该中间留个反中去 不要唐朝亲自出面 但唐朝当时的认为没这个观念 七十四年,唐朝军队把突齐斯给灭去 灭了以后,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那个冲突 就不可避免了 结果七五三年就包围了大陆斯的事件 这属于我们在文明史上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 大陆斯战友发生在七五一年七月底和八月之后 七五三年,七五三年 阿拉伯方面,有一个人叫齐亚德伊本萨利 这是阿拉伯的绝对总统 他是刚才讲的那个阿布穆斯林的渡将 阿布穆斯林是谁知道吧 就是在霍罗山起义推翻整个欧马亚王朝 他是他手里面的大将 阿拉伯军队在打入死战友,中亚西亚有多少军队 不知道 无论是阿拉伯的史书上,还是中国史书上,中美军下的军队 今天判断的也就是几万人 中国方面,中国的统战事件是高先知 中国军队当时在中亚西亚有多少军队 这场战役中国军队有多少军队呢 根据《知识通典》讲中国军队的三万军队 根据《通典》这本书讲是七万 今天比较牵向于这个数字,七万 因为《通典》是当时人写的 而且写《通典》的人叫杜佑 他的侄子参加了大陆史战役 所以他讲的数字比较可靠的 但是后来《自通典》为什么讲三万军队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时七万大军,有多少是唐朝自己军队的 恐怕可能只有三万人 别的都是那种黄军队 这个应该叫黄军队 就是西域、当地、中亚西亚 别的地方招了那些帮助唐朝军队 阿拉伯方面的史上说中国军队有十万 这也很重要 你有七万军队,对人家看见就是十万大军队 然后两支军队在坦罗斯这个地方回去 坦罗斯在今天乌子别克这种地方 中亚西亚有个父母 《自治通典》上面有这么一句话 先知文之将波汉三万众纪大使 大使与阿拉伯郎 深入七百余里,至戴罗斯城与大使与相识五日 有一个哥罗路部中派 军在下游过国家,本来是谋判了 于大使加基唐云,先知大败 世俗死亡月监,所谓予产生前 也就是说,所谓的十万大军和三万大军和七万大军 回来的就有几千年 打罗斯战也是阿拉伯军是完胜 中国军也是失败 失败原因,在中国的史实上 包括自治通天,包括别的史上 唐朝史实上,都这么记载 高先知这种,中国的军队到那里 特别是自治通天讲仁义 讲儒家这种理论 高先知这种军队到了那里 就抢当地人的粮食啊 对当地人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当地人民在打仗的时候呢 这个罗伦就反叛了 在当阿拉伯人也变全 唐朝军队被俘约两万余人 这是阿拉伯人记载的 阿拉伯人知道我抓了两万个中国军队 这是没关系的 但罗斯战役的这个规模 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大的 说我们,打罗斯这个位置 无论是距离巴格达还是距离长安 都是非常非常远远的地方 中国能派这么多军队 三万军队到那个地方 再从当地以后召集了别的军队 达到七万和十万人的规模 所以打罗斯战役在中国史书上 也是有比较大的战役 在阿拉伯人史书上也是比较大的战役 唐朝军队背负两万余人 阿拉伯人活得完胜 打罗斯战役以后的中亚西亚 接下来唐朝有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一搞 西域的军队全都 就是安史之乱大家知道吧 一爆发以后 唐先宗第一个想到什么事情下 是谁统上军队去抵抗安禄山的 就是高先知 高先知从西域火速带领西域的军队来到中原 在中原当地又招了很多百姓 然后抵抗安禄山的七战七败 安禄山风头太迷 高先知从西域回来了 这么远的地方赶回来 七战七败还是八战百败 就是打了官场战役 全都把高先知一直退退退退 快退到洛阳了 最后高先知 唐先宗下了一封命令 把高先知给杀了 做这个事情 知道吧 高先知是朝鲜人 高丽人 安禄山是 红人 修路人 唐朝那些著名的大将 基本上都不是汉族 歌手汉也是突厥人 都不是汉族人 唐先宗那时候已经乱了方策 高先知打了七仗 连打七仗败仗 高先知是不是有谋反之心啊 怎么怎么 最后下一个人命令 把高先知杀掉 高先知一下掉 洛阳迅速被安禄山给架离了 就没有人抵抗 高先知这样的将才 高先知被杀了 就没有一个好好的将领来抵抗 再把一个老头子 歌手汉搬出来 歌手汉都是老头子了 再搬出来 歌手汉们也知道 打不过安禄山 只能守在通关那个地方 守住常安 最后逼着歌手汉去出兵 打安禄山 结果歌手汉投向安禄山 最后安禄山就禁兵长安 他严重逃到四川去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解吧 这个故事都了解了 又不讲了 唐朝彻底放弃了中亚西亚 因为唐朝自己都拎了 自己长安都保不住 还保抵中亚西亚干嘛 对阿拉伯帝国已经没有系统的有规模的抵抗 所以伊斯兰叫一下中亚西亚天静 整个中亚西亚迅速以西兰化 但是阿拉伯帝国有没有把整个中亚西亚占领来 这个也做吧 因为当地中亚西亚还有很多人反抗了 当地还有很多人反抗了 甚至于唐朝后期 唐朝都快灭亡的时候 长安还经常受到信 中亚西亚一些小国写信给唐朝 可能去抵抗阿拉伯了 但是总体来讲 阿拉伯帝国并没有对整个中亚西亚 像统治伊拉克或者苏利亚这样的统治中亚西亚 但是基本上还是把中亚西亚 位于阿拉伯帝国控制了 然后呢 中国造出西传 这件事也很重要 为什么 抓了两万多个人去 这两万多人基本上编入阿拉伯人的军队 其中有很多人会造成的 撒玛尔汗出现中国以外的第一个造治产 然后再过了一些年 到七九四年 巴格达也有造治产 一开始都是被抓过去 所以中国人在造治 这是中国人造治术大规模西传的第一步 当然有人考虑说 在达罗斯三亚之前 造治术其实已经做进西传了 这肯定的 但达罗斯三亚确实是个标准 抓了两万多中国人过去 我们讲的一个人叫杜环 杜环这个人 这个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杜环 杜环就是写的这本书叫通典 知道通典是什么 在中国理想什么地位 中国有三通马 一个人是通典 一个人是文献通考 还有一个人叫通治 就是唐朝杜环他想做司马前 他把以前的所有的史书整理了一遍 写成一部剧著 叫通典 杜环是杜环的侄子 他是七五一年参加了达罗斯三亚 成为背负的两万个中国人之名 并且他被编入了阿拉伯军队 七五八年来他随军来到了伊拉克 然后他又被派到耶路撒冷海到乌果格 当时不是阿巴斯王朝吗 摩洛哥跟西班牙都 还记得我讲了吗 在反抗阿巴斯统治嘛 所以阿巴斯又把这些军队派到那边去打 打摩洛哥、打西班牙 当然他们没有打下摩洛哥 也没打下西班牙 杜环这个人甚至到了摩洛哥 在七六二年他从斯里兰卡进过海洛 返回中国 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农民学上 第一个到达这么遥远的西方一个人 他回到中国以后 他写了一本书叫《金钱记》 可惜大家看成中国那个时代 大家都不重视这些事情 他是见到了达格达 见到了耶路撒冷 见到了西方当时的阿阿巴斯帝国多么繁华 什么样的事他都见到了 他回来写了一本书 但这本书没有引起当时中国学者的读学 这是不信的意见 有信的意见的是什么呢 他的书书叫杜佑 杜佑看过这本书 所以在通典里面抄了一些文字 这是唯一留到今天的论文 关于这件事情最早的对西方的建议 通典这里面大概据说有一千多个字 是从《金钱记》里面抄过来的 正因为杜佑这个人有这么一个叔叔 所以他的这个经历保存在这个书里 这个通典,这个书大家可以去看 讲到这里,基本上唐朝就退出中央西亚了 后面中国跟中央西亚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基本上中国后面再也没有能够像汉唐盛事那样去控制中央西亚 可以说从汉武帝那时一直到这个时候 中国对中央西亚的控制是延续不断的 甚至于南北朝中国后来的时候 中国都能够控制中央西亚 但是等到唐朝后来,控制不了中央西亚 宋朝那边,甘肃多了一个国家叫西夏 多了一个国家叫西夏,控制不了中央西亚 宋朝根本没能力控制 连西夏都搞不定 连宁夏之外都搞不定 怎么能去控制中央西亚呢 等到宋朝后来,北面金把辽给灭了 金把辽给灭了,辽有个叶律大使逃到中央西亚 在中央西亚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叫西辽 西辽,我们现在不能算中国的历史 只能算中央西亚的历史,西辽比较强大 最后呢,中国这个南宋政权跟中央西亚没半点关系 等到元朝,比较厉害,蒙古把西亚也灭了 把整个人捅起来 但是忽必烈也没能控制中央西亚 中央西亚当时是沃带汉国,查河带汉国 而且海渡汉朗跟忽必烈是敌对的这套话 中央西亚的蒙古和河汉 忽必烈跟中国元朝是敌对的 所以元朝也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中央西亚 然后等到明朝,明朝就跟别提了 明朝是主动,不要控制中央西亚 我就到明朝最边的关系,东皇哈密德等地方 明朝就控制他们 当时不是中央西亚很多人到中国来进攻吧 人太多了,中国接待不过来 规定每个国家不让他进攻 三年才进攻一次,你这国家三年才来一次 你这国家我也才来一次 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明朝初期中央西亚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田沫尔汉国,跟明朝也是敌对的 清朝从今算是比较像汉唐一样的 能够控制,就是说 我们今天新疆这块地方是靠清朝打下来的 但是清朝主要也没有过那个帕米亚国家 不像汉唐那时代,跟唐朝不得比 唐朝中国能够进入克圣尼亚 中国军队能够进入克圣尼亚 能够进入波斯,打罗斯那种地方 中国军队都能去,拍这么多军队去 清朝肯定是做得到这点 清朝开始以后没多久,俄罗斯兴起了 中央西亚基本上被俄罗斯控制了 清朝当然不可能去跟俄罗斯较量 这个不现实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汉唐盛是中国对西域中央西亚控制比较多的时候 这段东西我先做一个插曲讲到这里 今天先到这里,下次继续讲阿巴斯王朝 好吧,第一个